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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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人家都已經用1GB的寬頻 而晚可以考慮一下天價的10GB plan 不過除了1GB和10GB 最近有網絡商推出2.5GB的寬頻 而且在推廣期月費只有300元左右就有交易 相比10GB plan 價錢就經濟很多 不過如果你對2.5GB寬頻都有興趣 升級前就最好看完這條影片 因為盲中中走去升級的話 結果最終可能是走1GB 想知道為什麼就記得看下去 考慮升級2.5GB當然1GB不夠快 不過為什麼不夠快呢 很簡單 因為你家裡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會上網 只要家裡其他成員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播劇 下載遊戲 Zoom開會等等 1GB的寬頻實際每個人都行不足1GB 所以2.5GB就成為網絡使用量較高的家庭選擇 不過升級前也有幾件事要留意 就是Router Switch和Client 究竟對不對應到2.5GB呢 普遍的人都有錯覺 2.5GB一定要有線網絡才能走到 當然有線網絡是其中一個不會錯的方法 但門檻就相對較高 第一就是Router的Ramp Port 要支援到2.5GB或以上的規格 否則你用再快的FM plan 都只會走到1GB的速度 第二就是看你的Desktop和Notebook 究竟有沒有2.5GBLAN的接頭 如果沒有就可能要加上擴充卡 或USB2LAN的當稿 其次為了上下載速度達200Mbps的條件 裝置建議最好就是用SSD 第三就是Switch 不是任天堂那部 我估計很多人都已經不記得是甚麼 因為過往Router 在消費層面已經完全兼任Switch的角色 不過目前大部份Router 伸延的LAN Port 規格都只有1GB 變相就要配多一台2.5GB的Switch 才可以滿足這麼多裝置 全部走2.5GB 是不是聽到都覺得很煩呢 不過走2.5GB還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通過Wi-Fi Wi-Fi要突破1GB的門檻就沒有那麼高 當然Router都一定要有2.5GB的LAN Port 其次就是要支援到Wi-Fi錄的規格 如果電腦、Notebook、平板或手機 只要是這兩年買的大部份都應該會支援到 雖然全輸速度一般只達到1000-1200Mbps 未必及有線網絡可以走2.5GB 但相比之下仍然快過1GBLAN 換言之走有線的就不用特意買多一台Switch 本身沒有走LAN的就不用特意拉過線 聽完之後 如果大家都打算走Wi-Fi去升級2.5GB寬頻的話 第一件事就當然要用Router 射數就借了幾款可以走2.5GB寬頻的Router 回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款就是我左邊的Netgear Nighthawk RAX120 它特徵是機背有一個Multi Geek的接口 支援到2.5GB或5GB 和可以設定成RAM或LAN的介面 而Wi-Fi就支援Duel Band 最高傳輸值可達6GBps 如果家裡連接裝置比較多 就可以考慮高階版的Nighthawk RAX200 它分別是Wi-Fi會支持Triband 最高傳輸值可達10.8GBps 如果家裡比較大 一隻未必覆蓋得完的話 當然Mesh Router都會有走2.5GB寬頻的選擇 例如Netgear的Orbit Mesh Wi-Fi 6 它特徵是有個2.5GB的RAM接口 從Modem連接後 Wi-Fi就可以輕鬆享用快過1GB的網絡 電腦想接駁LAN 它也有提供1GB RAN接口 如果Home Office想網內走2.5GB 連接電腦或NAS等的裝置 Netgear也有一款Orbit Pro SKX80 特色是Satellite基礎會提供2.5GB RAN接口 令工作坊的電腦和NAS 可以內部走到有線的2.5GB 當然升級2.5GB寬頻 對網絡新手會有很多問題 例如買一隻走2.5GB RAN的Router 但是LAN Port只有1GB 那會不會浪費了2.5GB寬頻呢? 為了解答大家的問題 不是數據上的只說 我們就安裝了2.5GB寬頻 和大家實試一下 假如升級了2.5GB寬頻和Router 怎樣才知道它是否效果呢? 最簡單 拿部支援Wi-Fi 6的手機 走一次速度測試 如果像小編一樣 走到1,000-1,200MBps以上 都已經算成功走到2.5GB 2.5GB寬頻用來下載遊戲 會不會用得盡2.5GB呢? 我們就試用EA Origin 去下載APEX LEGEND 結果下載速度雖然去不盡200MBps 但平均都有接近105-106MBps的水平 相比起1GB寬頻 都叫快到50%左右 2.5GB寬頻用來打遊戲 會不會低拼一些呢? 雖然上下載速度和Pink Time並沒有掛勾 但很多人特別是Gammer 都會想知道2.5GB寬頻打遊戲 會不會有幫助 我們就試用開APEX LEGEND 裡面的Data Center去看 左邊就會是2.5GB 右邊就會是1GB寬頻 2.5GB在本地和外國伺服器的 平均Pink Time都會低於1GB 假如Router走到2.5GB RAM 但Lang只有1GB 那會不會浪發一條2.5GB寬頻呢? 如果經過Lang線的方式去連接電腦 局限了1GB的話 的確是會行不盡2.5GB寬頻 但如果家裡有多於一台電腦 同時在Steam或PT下載東西的話 升級2.5GB寬頻之後 他們就會各自取得1GB的頻寬 而且還有剩餘的頻寬可以給Wi-Fi用 看了那麼久 相信大家都對升級2.5GB寬頻 和相關的配套有多一點的認識 對於是否應該升級2.5GB寬頻 最簡單就是看你家裡的使用量 是不是真的那麼高 不過除了價錢上的考慮 因為服務推出的初期 裝到的地方其實不多 至於配套其實都是升級Router為主 重點就要有2.5GB的RAM Port 其節就看需要 看看要不需要2.5GB的RAM Port 和2.5GB的Switch等等 想煩少一點 用Wi-Fi錄都可以 但要留意全輸速度 就肯定不及有線網絡那麼快 好 今集主題到這裡就是尾聲 看著的你們就記得 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下新影片提示的鐘掣 !